当你的孩子被冤枉了 老板 我们家瑶瑶没有付东西 你有证据吗 付款记录拿出来给我看一下啊 她用的是现金 就放在这儿了 小孩说的话你也信 她骗你的 妈妈 我没有 我相信瑶瑶说的 她说没有就是没有 算了 你没多少钱 别影响我做生意 瑶瑶 我们走 玲玲爸 您家玲玲那天也在想卖部 我求您就帮我做个证吧 我家玲玲都说了 那天人太多没注意 而且她要是乱做证者 那老板 她以后怎么走那条路 我们瑶瑶真的是被冤枉的 多大点事 算了吧 孩子的事情不能说算就算了的 玲玲爸 我们瑶瑶真的是被冤枉 玲玲爸 老板 有冰可乐吗 里面有 自己拿 算了 算了 这里都蹲着几天了 不会有什么病吧 走 走 老板 老板 货放哪 哦 放 你都请假一周了 工作不想要的是吧 要的 我就是最近 不是 你都守了一周了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要看监控 你就别折腾了 我就当你女儿给钱了行吗 我要看监控 就这里 暂停 放大 不好意思啊 是我太忙了 没看到 来 瑶瑶 对不起 没关系 好了 我们走吧 就为了一句对不起 值得吗 还撒谎 老师都说你偷东西了 妈妈 我没有 值得 我们无法帮孩子提前避免伤害 但可以给予孩子最大的信任 没准备到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